主席,各位同仁,郑主委以及退伍會各位官員 主席,請郑主委 郭委員你好 你好,郑主委 這個二十六萬的榮民,你都要善盡照顧的職責 因為你是榮民的大家長 但是在照顧的同時 不是說我們給他吃,給他穿,生活上給他照顧 連這些榮民他們平常碰到的事情 我希望你在各地的榮民住各地的聯絡員能夠充分掌握 好好來照顧他們 我們在五月份就有兩則新聞 一個是在北縣雙溪的八旬老榮民 被詐騙集團 從郵局詐騙領了六十八萬元 另外一個消息 這個更狠的 這個大陸有一個女子叫劉海霞 跟三個榮民結婚 先後跟三個榮民結婚 兩個死掉一個重病 然後財產都過戶給他 類似這樣情形 我不曉得我們退伍費在這方面 有做什麼樣的努力 我相信報紙有登的是這一些 可能冰山之一角 很多榮民受傷害了 不只這一些 主委 你用什麼去防犯 有關於這些詐騙的 因為就如您剛剛所說 我們都有輔導員到這些老榮民 外住榮民家裡面 我們特別跟他講說 你所有人跟你要存責 要印章你都不要相信他 你要先找我們的聯絡人 到場以後協助你 這是一個我們的對他 第二個呢 對這些銀行啊 郵局啊 我們也特別跟他們講 我們榮民伯伯提前如果超過數額過大 你一定要通知我們的人員 我們在他們的存責部上 或是某一些地區啊 我們都會貼上我們聯絡人 跟他的電話號碼在上面 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還會被騙68萬 你也曉得啊 這些老榮民伯伯他們 上了年齡以後 他很固執的啊 你跟他講他就是不聽啊 你在電視新聞都有報啊 叫他不要去領錢 不要去給跑到的銀行去跟他講 他還要提 所以說我們會有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我們能不能說做到百分之百 我不敢保證 因為他個人的意願 有很多東西也很難處理 這個啊 我想對五位你們要有一個機制啦 好好去保護他們 對 那像這個三個女子 同時嫁一個劉海霞 這個大陸女子 那個太厲害了吧 離婚以後又起 八十幾歲了還去結婚 你們都不跟他關心 你是大家長他八十幾歲結婚 你起碼去參加他的婚禮 你也知道 他八十幾歲結婚還要做什麼 包圍啊 如果說以後有這些 聯長的樓民要結婚 我們請委員親自到達 問一下 我們輔導會 有沒有人告訴他不要結婚 每一個要結婚的人 我們都會 這些老人民 我們都告訴他不要結婚啊 結婚 你在這個年齡層結婚 你八十幾歲 你還去參加他的婚禮 然後祝他早生櫃子 我沒有啊 我沒講 我說我們要去問他 因為你要取得這個答案嘛 到底我們有沒有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你看 我們都有做 你有做 又發生那麼多問題 表示做得不夠 做得不好 齁 這個齁 你們要如何去克服 當然是要有一套機制 要有一套的辦法 否則 我們那麼多的聯絡員 在幹什麼呢 對不對 政府付錢給他 就是希望 他能夠好好真的照顧這些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放任他們隨便 要結婚就去結婚 齁 要去領錢就去領錢 那還有什麼意義呢 包委員 我們現在的榮民數啊 剛才您講是26 不對啦 我們現在有47萬左右了 加上榮券80萬 我們將近要服務一百三十幾萬的人 一百三十幾萬的人 可是我們這些服務人員啊 按照剛才講 只有396個人 再加上我們本身的員工 大概就一百五十幾個人 所以我們不到五百個人 要去服務這麼多的人 所以做不好 我承認 我們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做好 但是我們要有信心 要去做好他 要把他改正過來 你住在各地的聯絡員 應該他會掌握他區域裡面 沒有錯 他的年齡 還有他的身體狀況 這個沒有錯 有時候他老了 也許腦筋會遲鈍 這些都應該確實去掌握才對啊 像每個地區裡面 他要結婚單身 尤其是單身獨居的老人 我們絕對絕對每一個禮拜 都要去看他一次 這個齁 如果看他一次 照你講那麼 做得那麼周到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了 要加強 那另外齁 那我請教你 我們榮民一共分幾種 榮民啊 你有沒有分 有啊 你要知道我講的是什麼 823那是榮民 他們算什麼榮民 他名利上是榮民 也有榮民證 結果他們的福利差了很多 沒有一樣的啊 哪裡有 他們沒有救養 他們的救養還要 有救養 他們的救養比例還蠻高的喔 不是那個是 那個是要有 一定的 達到一定標準的 對對對 可是 可是你們從軍中下去的 全部就是救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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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屬於中低收入戶 而且他的每年的 那個是有領退休金的之後 不是 有退休金的都不可以 早期離開軍中的 有凡是領了退休奉 退休金的這些人 都不可以 好現在我要講的齁 就是 823的榮民齁 對 他們現在的福利是不夠的啦 過去三節 我們有給他慰問金啦 那個額度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你們準備有沒有調升 今年度已經給他調了 多少 過年三千 平常 其他的兩個節日是兩千 兩千 是今年開始嗎 今年開始啊 好 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調整 唯獨就調整了他 好 這個也應該的啦 他們也只有這個福利 其他什麼都沒有 其他福利都一樣啊 他只要拿到榮民證 他跟我們榮民所有的福利是完全相同的 他起碼他舊養有一個很高的門檻 沒有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那還有 我再請教你 那個 我們現在 退伍費這邊 有一個 天然氣 那一個 天然氣 瓦斯的 瓦斯的 天然氣公司 有25家 我們 退伍費就佔16家 這個每年收的這些基本費 用途用到哪裡去 這個 這個很難得 退伍費還有收入的 不 我們輔導費 當初就是以安置這些榮民為主 20億的用途 是不是 我們這 安置基金裡面 不 不見得全部回來 不見得全部回來 我們是跟民間合營的 我們只是投資在那裡面 現在 對啊 那你盈餘 每年的盈餘 你們怎麼去分配 用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要做個報告 安置基金有報告 裡面有報告 所有的這些盈餘都要經到安置基金來 因為這個生意是獨門的 是一定賺錢的 保證賺錢的 不會虧本的 這裡面 70%以上 都是老百姓賺錢 因為我們的股份 大概平均錢 大概只有30% 他們連那個 好像是 那個主管都還是 隊伍會派去 怎麼會這樣 民間跟我們互相派的 那另外 剛才講到一點 這個 健保費 現在二代健保 都是挑戰我們的健保費 所以健保是虧損的狀況 那麼榮民 他們看病那個 剛剛陳寅委員 講的 我不再重複 但是我也要求你去加強 你剛剛講的其實是做不到的 你什麼 要門診 要什麼集中 這我們現在就在做 但是那個有的山區在各處 你怎麼去集中 他到榮民 到我們這邊來看病 我們就誘導到那邊去 這個我到時候委員 我帶您親自去看一趟 好啦 那你就把節省的數據給我們就好了 你這樣做以後 節省了多少 對對對 我們現在在統計